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个引发巨大争议的话题 美国在亚洲部署导弹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的Typhon导弹发射器 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关注和不安 尤其是在这次导弹部署的时间异常之长 可能会永久改变区域力量平衡 这次部署也是美国自退出 中程核力量条约 后首次在外国部署地基导弹 中方担忧这些导弹可能会被进一步部署到日本 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中美两国在最近的高层会议中试图稳定关系 但这次导弹部署似乎违背了 两国领导人讨论的改善关系的意图 美国和中国的这场军事博弈将如何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静谧的岛屿变成战地前线 美国导弹在亚洲引发中国担忧 四个月前 美国在菲律宾旅宋岛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 部署了Tyfon火箭发射系统 这一举动引发了中国的高度关注和不安 尽管表面上 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军事演习 但其背后隐藏的战略意图却让人不寒而栗 美国与菲律宾的这次合作不仅仅是一次军事演习 更可能是未来长期军事部署的前奏 一次军事演习引发的波澜 这次军事演习的时间之长 确实让我们非常不安 一位匿名的中国外交官对Nike Asia表示 北京方面担心 这次演习的背后是美国试图在印太地区 永久部署中程导弹的企图 这是自2019年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以来 首次在国外部署地面导弹 据Arms Control Association的高级政策 分析师Sia Dong Yang称 这一部署可能会显著改变区域力量的平衡 更令人担忧的是 美国与日本在最近的2加2会议上达成协议 同意在日本西南岛屿增加双边存在 这意味着 这些中程导弹很可能被部署到日本 进一步加剧中国的防御压力 一位中国国防官员表示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导弹的行为 完全违背了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 在旧金山菲洛利庄园会晤中 讨论的稳定双边关系的初衷 菲律宾的战略角色 菲律宾陆军发言人 路易·蒂姆埃勒上校上个月 对法新社表示 他预计胎放系统最迟将在9月撤离菲律宾 然而 当地媒体却报道了 延长逗留时间的可能性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 刘鹏宇对妮契表示 中国强烈反对 美国在亚太地区 部署中程弹道导弹 寻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 并敦促菲律宾迅速撤出 根据公开承诺 部署的导弹系统 刘鹏宇指出 菲律宾让美国在其领土上 部署导弹系统 无异于为地区 外国家提供了一个 加剧紧张局势和敌对情绪的平台 激发地缘政治对抗和军备竞赛 这一言论无疑反映了 中国对区域安全的忧虑 也表明 中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阻止这一潜在威胁的长期存在 台湾系统的威胁 台湾火箭发射系统 可以发射两种类型的导弹 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 战斧巡航导弹 和射程达370公里的标准 六多用途拦截导弹 据令称 战斧导弹可以从菲律宾打击中国大陆 当然它们也可以用来打击舰船 标准 六导弹则是一种 较短程的多用途导弹 可以对付海军和空中力量 这两种导弹都具有在台海潜在冲突初期 削弱中国防空系统的能力 为美军大型作战舰艇的介入铺平道路 台湾系统是首次由 First Multi-Domain Task Force 从华盛顿州的Joint Base Louis McCord 空运至菲律宾 这也是该部队首次在银泰地区部署 多余任务部队 未来战争的先驱 美国陆军的新单位 多余任务部队 Multi-Domain Task Force 专门操作远程精确武器 目前仅在华盛顿州 德国和夏威夷设有基地 这次部署 让人们看到了这一新型作战单位 在银泰地区的潜在威胁 中国对中程导弹能力的担忧 恰恰证实了其战略效用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项目主任 Thomas Caraco对AKASIA表示 他补充道 移动式远程打击发射器 能够对地面目标构成威胁 应该能够鼓励对方三思而后行 致该地区的侵略行为 他认为 未来应该部署更多的发射器 亚洲的和平与导弹的冲突 关于可能在日本 部署中程导弹的问题 刘鹏宇明确表示 亚太地区珍惜和平与繁荣 不需要这些导弹和对抗 自1987年与苏联签署 中导条约以来 美国已经废除了 所有中程和中程导弹 然而 中国并未受该条约限制 已经积累了超过2000枚这样的导弹 形成了对美国的区域优势 为了赶上这一差距 美国正在加紧步伐 根据2025财年预算提案 未来五年内 美国陆军将购买超过330枚 最新的Block V型战斧巡航导弹 用于其中程能力电池 这一举动 无疑表明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将会加强 这也意味着 未来的地区局势 将更加复杂和紧张 无论如何 美国在菲律宾的导弹部署 已经为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 投下了一层阴影 未来的局势发展 将取决于各方 如何在紧张的局势中 找到平衡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女士们先生们 这可是国际政治的一个 极为重要的篇章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导弹 不仅为了自己的安全考量 还是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 要知道 中国可是拥有超过2000枚中程导弹 而美国自1987年签订INF条约后 基本杀是束手束脚 现在只是想追赶上这个差距 这就像是你在玩一场 无限火力的战争游戏 却发现对手已经刷满了装备 而你还在拿新手剑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可真是笑死人不偿命 美国在菲律宾的导弹部署 明显是挑衅行为 这就像你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 结果他带了一把刀来 中国反对这种行为是有道理的 毕竟这些导弹随时可以打到中国本土 当然如果中美关系真的紧张起来 美国也别指望自己能全身而退 毕竟地球村这么小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谢奇奇 我可不这么看 美国的导弹部署 其实是对中国军事扩张的一种制衡 你知道吗 自从2019年美国退出INF条约 中国的导弹库存不断增长 这些导弹对于亚太地区的稳定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而且这些导弹还能抑制中国 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 给台湾及其周边国家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这就像是为了让大家不敢随便开车超速 必须在高速公路上多设置一点监控摄像头 楚天书 这话听起来就像说 如果我打了你一拳 这是为了让你冷静下来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 根本就是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 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区域稳定 你知道 菲律宾也不一定真心欢迎这些导弹 因为他们也怕成为美中对抗的炮灰 中国一直强调和平发展 这些导弹只会升高地区紧张局势 不如来点和平导弹 让大家一同享受美好生活 你说呢 谢琪琪 你这和平导弹的想法真是别具一个 但现实是 世界并不总是那么和谐 看看历史吧 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 如果不是美国强硬地回应苏联的威胁 世界恐怕早就陷入和战争了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恰恰是为了防止类似的危机发生 这些导弹的存在 是为了告诉任何想挑衅的国家 想动手前三思而后行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只能感叹 你这观点果然是有点战争狂的味道 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 可是差点让全世界都玩完了 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学到的是 如何避免这种局面 而不是重蹈覆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导弹部署 只会让地区国家更加紧张 企业家投资的信心也大打折扣 你说的稳定 恐怕只是军备竞赛和对抗的 另一个代名词罢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Truth and insight are way Truth and insight are way Breaking the news, breaking the day Truth and insight are way Every story, every play Living clear we convey Every story, every play Every story, every play And clear we convey Truth and insight ar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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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